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没有所谓的船舶证书 而且也没有船级的港口登记 那么当他们遇上澎湖海巡的时候 不仅是巨简而且还蛇行逃逸 现在查获船上是有八名船员通通被逮捕 那么渔获250公斤已经全数放回到海里头了 那么现在还传出有50艘的中国托网渔船 是大举的入侵七美西南经济海域 也被质疑有可能有这个迷兵船藏身其中 一箱箱渔获在海巡人员监督下 统统倒进海里一条鱼也不准留 早在他们成功灭证前被海巡人员带个正着 在中国休渔期间 十四号越界进行违法的拖网作业捕鱼 进行广播后船只不但没有停船还蛇行 甚至四名海巡人员强制登检后 把船越开越远 不过最后船上250公斤 渔获全数海拋 船员也带回调查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事发前两天 十二号金门海域也有中国渔船越界捕捞 南岸总共11名船员全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被带回调查 后续将进行裁罚 但近期这类三无船频繁出现 也就是没有船名无船博证书 和没有船籍港口登记 这类的中国渔船更难查起 十四号还有渔民在七美西南经济海域 发现大约五十艘中国拖网渔船异常集结 平等舰前往现场查询 但船已经不见踪影 引发外界质疑渔船恐怕肩负间谍责任 或是可能有民兵船隐藏在其中 确切的动机还在调查 海巡署也表示将会持续强势取缔 华氏新闻两航市消息秀 澎湖金门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氏新闻杂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